首艺人 来 先让我们认识台上的这两位首艺人嘉宾 大卫老师好 各位老板好 我叫言语虎 来自河南郑州 大家好 我叫李高强 来自河南郑州 掌声欢迎 欢迎言语虎和李高强 大家看啊 我身边这有一幅画 周围同学 起立 到 告诉老师 这是什么呀 咕咕鸡 咕咕鸡 咕咕咕鸡 大公鸡 好 周围同学回答对了 请坐 叶子龙同学 这上面是什么呀 牛 你看 你作为眼科医生 你的这个实力还不过关 是羊 这上面画的是什么 谁能看出来 红叶 樱桃 荔枝 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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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小老鼠 你怎么是老鼠了 那个有尾巴没看 要是光考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 这太简单了 我们这个环节就不能叫了不起的手里人 你看我手啊 摸着的感觉啊 这不就油画吗 哎 不对 我是有一个手有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啊 不是 这真的鸡毛 好 怎么回事 我吹一下 我吹一下 各位看啊 哎 哎 啊 鸡毛还动 哎 是真的 有羽毛 到底是什么 什么画 什么做的 接下来我们邀请两位企业家 来 举手自高奋勇 谁来 来 我来 这 这 来 我来 夜院吧 好 来来来 到台上来近距离地观察一下 难道是标本 因为刚才这一画一上来 我就过来看来着 因为我以前有过一幅类似这样的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那个是 是 是这个 就是熊安地区 它不有白羊垫吗 白羊垫 它用那个芦苇 芦苇子 芦苇子做的画 它们就叫芦苇画 芦苇画 对 但所以说呢 我认为它是某种植物染了色做的 就是壳染了色做的 但是它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它有点像这个玉米干 玉米干 玉米干 或者是那个竹竿的那种竹子 好 有请我们的盐玉虎 你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这到底是什么画啊 这是用高粱杆做的高粱杆画 高粱杆 高粱杆 我今天挺点劲 你是只用高粱杆吗 对 完全都是用高粱杆做的 对 连高粱的叶都不再用的 对 杨蓉你好厉害啊 如果说是高粱杆做的话 我们在这些光滑的表面上 可以认为 它是用这个杆压平了以后做的 但你们看这儿还有很多细细的 像绒毛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就相当考验功夫了 可是高粱杆 为什么春起来会有羽毛般的感觉呢 对啊 这很炫满 这个我们一会儿就要来讲啊 先感谢叶远和杨蓉 谢谢 有水平啊 这个真的想不到啊 我也带着同样的好奇 要接下来来采访一下 我们的二位嘉宾 首先请玉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高粱杆画 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出现呢 它大概起源于明末清初 就是明末的时候 就是我们那边有编习的那种高粱 就是每家你像结婚的时候 它都有一个习俗 有一个圈床席 床头那有一圈席 就是上面编的有各种图案 你像有双喜啊 有那个柜子啊 有那个东西 然后慢慢地开始 把这高粱杆慢慢地就粘成画了 然后就以画的形式来表现了 那您和高粱杆画之间的关系是 我是这个项目的飞翼传承人 哦 飞翼传承人 到人是第七代 第七代了 对 当时是什么原因学的 就是我们家以前坐着 坐着的时候 就是我爷爷那一代 突然间就是到我爸这一代 就不去做了 因为那时候 做这个东西就是 没有什么经济收入 就是也就是当一个爱好人 没有市场 对 到我父亲这一代的时候 本来他的职业不是做这个画的 但是他有那么一种情怀吧 就是说想再把它给复原一下 就是别断了 就是别断了 就是这个慢慢地复原 然后就用工艺上 也进行了一定的革新 最后就是传到您这了 第七代了 对 您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学这高粱杆画的 我大概十五六岁 就开始做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高中的时候 就是学了美术嘛 大学我学的是雕塑 做这个东西 必须需要有一定的美术功底 然后才能把这个东西 做得更精细就是 毕业之后 直接就接过家里的这个 被遗传承的项目了吗 毕业之后 犹豫 有犹豫 就是大学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 我们很多同学 因为他们一毕业 去一些画版待课 就收入也挺好的 就是我就想跟他们一块去 就是我们老师 他知道就是我在做这个东西嘛 他说你就做这个吧 他说你就做 然后你没有平台 他说我可以给你找到以后 然后就是我也从那儿 就慢慢地坚持下来了 就是